这个组装下来的 今天iPhone直接过来帮我收拾残局 顺便带来个神器 Hello 大家好 今天过来帮你把电脑里面的线 然后什么线都全都整理好 然后检查一下 然后这个电脑都可以整理好 你运行有没有问题 把整个运行一下 然后看看它1080Ti到底效果是如何的 怎么样 不会很复杂吧 其实挺费时的 是吗 这些东西全都要弄好的话 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因为比如说这顶上 几乎就要全都拆掉 因为它要把风扇的线接到后面 说白了我昨晚一晚上白费了 这个后面有接电 那时候我自己也不会 是吧 对 今天正好给大家说一说 嗯 给你看一下这个螺丝刀是我自己运用的 它很棒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不回转 就是可以这样子 我转一个东西只要需要一只手就可以了 然后最神奇的地方就是 登登 哇 底下有些多功能的那个转头 我转它的话只需要这样子 因为它那个风扇的风扇现在在里面已经拆不掉了 OK 它现在要走在前面它就特别难看 所以说有时候之前大家很多人 吐槽我这个机箱排线 这个没办法 我就是水平不到 今天让大家学一招 这专业装机 Echo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排线怎么弄 特别是这款机箱 这款机箱是我认为 现在我装上来所有机箱里面 排线最难的一款机箱 最难的一款 对为什么呢 因为是它背后有块钢板 钢板是用来挡线的 但是它其实钢板设计有点过于薄了 所以说它 你想把所有的线全都放在那个钢板里面 你需要把线整理的非常整齐才行 不像别的机箱 你只要把那个所有的线往后面一丢盒子一盖就可以了 这个机箱 所以说是我个人认为理线最难的机箱 也是网上很多youtuber也是纷纷传了他们的那个理线的过程 其实都是特别复杂 光理线的话那些youtuber用定制线都要理将近一个多小时 我可以现在把这个水冷这个风扇拆下来 就是比如说在比如说你水冷要装在这上面的时候 这个风扇它的线你前面是装在这一边 那这边线的话就会从前面掉下来会特别难看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装这根线的话就是这个角度 就反过来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装到这边 然后这个线就可以直接从后面后口走出去了 这样就看不到后面的线了 所以说就角度一定要找好 专业就是不一样 线梳开了以后 然后从这后面先穿给它丢出去 水冷的话可以先放在一边不装 因为我发现现在里面还有很多问题 电源先要走后面过 后面 对所有东西都走后面过 今天真的学到太多东西了 这件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事情 以后短短时间我希望它把我那旧电脑看看能不能修好一下 它给你走线的空间就留了一块这么小的一块板 这一小块板里面要走机箱里面所有的线 几乎空间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个人觉得最方便的设计 在这个机箱上还是有缺陷的 主板的线一定要从这个口子出去 所以这玩意儿一般说实话自己装真的是有机会含量 现在到这边来看一下的话 现在正面的线几乎就已经是好很多了 几乎正面就没有什么线了 然后再把这上面的线解掉 专业跟业余区别就这么大 太大了 对这个硬盘我昨天装的时候根本装不了 这个硬盘的话就是你之前是这么装的 这么装的话线就会跟机箱顶上的卡住 其实它这个设计的其实还是正常的 就是可以这么装 线从这下面走 然后从前面介绍的那块板里面 然后穿到前面去 OK 我之前的终于装到下面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因为它这块后板的关系 后板给这边留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 就是线的话希望走这边过 就是要不它这个板会合不起来 合不起来的话后面就非常难看 因为所以我整理线的空间都没有 之前粉丝给我的一个 我觉得跟这个真的很像像这个 标不一样其实设计都差不多了 对是它们是一个东西 它们只是标星级了一下 就是Extreme Edition 然后它这个亮点设计亮点就是你看 它这边三个风扇 但是它没有用到三个风扇的距离 它把一个风扇压低了 然后对于说它在原来该有的地方 三个风扇不冲撞 然后在缩小显卡长度的情况下 然后提供了三个风扇是这样子的 OK现在这个线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里线 把这个线能从后边过的 比如说这边 花了很长时间在里线部分 差不多就是里完线以后呢 就是大部分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现在剩下的所有线 我全都会走到背后去 然后水冷的位置我可以给它调整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这个USB线有点卡内线条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好看 而且它这个它中间会有那个NZXT的logo 你这样子横着装的话 它的logo也会变得出 明白明白 所以说就会变得不好看 所以说整体的都要调整一下 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水冷的位置换 就是刚才那个昨天装上 简直就没有卡得掉 后来其实我也不会拧 因为刚刚这个槽里边 我觉得更疼 结果没发现这儿 这儿还有一个约条 现在的问题 看这现在就出现一个大问题了 就是你底下这根螺丝没有引紧 导致它现在已经松掉了 就对于说你想转这根螺丝出来 就是在空转了 对 所以说真的组装机箱 一般是你要是技能没有达到 还是建议找专业装机人 我现在一个手在底下撑入这个板 然后它在上面装这个水冷这个铁片 好 现在水冷板了已经完全装上了 这硬盘的线也直接过来了 OK 现在这线是什么情况 线就全是从这后边拉下来开始做 然后它这个水冷它前面会有送一根线 它就是一边是这个USD的线 一边就是接在主板上 然后通很多风扇的线 这根是需要接在那个SATA上面做电源设置 OK 在我面前呢是我之前莫名其妙坏掉的这个主机 当时在视频里也说过 然后今天没有办法 后来Echo跟我讲 它说它有办法把这个机箱重新复活 就在我手里大概这个东西 其实它在我手里呢几乎就没什么用了 因为这个主板坏掉了 而主板坏的话 根据我这个手工水平 基本上我觉得是我特别冷 我已经不想弄了 结果Echo说它可以通过很廉价的价格把这个复活 现在这个机箱大概是这个样子 感受一下 你觉得到时候复活之后会成什么样子 复活之后的话就会让你看到它几乎是一个全新的样子 因为我会把它做清理 然后还有它的主板会换掉 然后至于这个机箱就是大小问题的话 我会给它再换一个新的机箱 然后这个机子就会完全复活 就是一个全新的机箱的样子 所以大家以后有什么旧电脑不用了也可以找 真的 波机放进去了 哎呀好冷啊这 好这个是一个外置的无线拓展信号模块 对就是这个模块呢 就是这个主板附赠的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款主板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自带WiFi 然后又有蓝牙 就你不需要再去买外置的那个网卡 然后再买什么蓝牙什么接收器这些都免了 Micky你要是说装一个这样的主机 1080Ti的配置 你配一个像这样子的显示屏 那简直就是在开我的玩笑 就是这样子一个配置的就是主机 你最少是要配上4K或者是2K 然后最好是在144赫兹之上的一个显示屏 35寸27寸都可以 就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屏的话 这开主机所有的性能都是荒废的 完全就是用不到它任何一丝的功能 有没有推荐啊 个人推荐的话 最近一款那个Acer的一款超大的35寸的一款的Monitor 现在正在打折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 那款性价比个人觉得是非常的高 累不累累不累 还是累累了 这个机箱毕竟还是有点挑战的 非常感谢Aco大半夜的来到我这个车间呢 帮我把这电脑彻底搞定了 明天好好用一下